每天三分钟,让你获得一个心理知识,这里是一心里的三分钟心理学,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,跟朋友聊的正情分时,有一句特别想说的话,刚到嘴边,却忽然忘词,了,最后会成一句啊,就是那个那个,怎么说呢,哎呀,就是,考试的时候也是,一些平时很简单,很熟悉的字,单词或公式, 明明差一点就想起来了,但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,等焦完卷,却忽然灵光炸线般,在脑子里炸出来了,如此种种让人纠结的瞬间简直不要太多了,为什么会这样呢,实际上,这种明明之道而当时又回忆不起来,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的现象,叫做舌尖现象, The tip of tongue phenomenon,简称tot,舌尖现象,是由于大脑对记忆内容的暂时性移植造成的,这种意志来自于多方面,比如对有关事物的其他部分特征的回忆,掩盖了所有回忆的那部分特征, 比如回忆时的情境因素,以及自身情绪因素的干扰等等,而当意志消除,比如经过他人提示,离开回忆困难时的情境,消除紧张情绪等,舌尖现象往往就会消失, 有研究写是,年轻人平均每周会出现0.98次tot,老年人则出现1.65次,人们平均每分钟说,120到250个单词,探字为80,160个,语速快递时候数量会翻倍, 在实际的发音清晰的发言中,人们平均每分钟说的词汇量会接近上线,所以,想象一下,我们需要以多么快递频率,深入大脑存储区,把需要的词语提取出来,再组成连贯通畅的语句,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快递过程,而你有没有想过,这个任务到底有多么复杂,在我们的大脑词库中有很多的词语, 并且针对想要表达的内容,又有很多合适的词语可供选择,我们的大脑里到底存储了多少词语,答案是没有人知道,英国心理学家,肥严与沟通方面的专家Jeffrey Meaty,通过实验总结出了tot现象发生时,倾向于伴随以下行为,这些行为在区分tot状态时非常重要, 1.口头描述,比如,天呐我知道他了,或者哦,叫什么来着 2.特定的面部表情,比如面部肌肉的抽搐 3.特定的身体动作,比如身体向前倾,并把头放在手臂里 4.侧友的头部动作,比如头往后仰,往下垂,或者转下一边 5.侧友的脚步和腿部动作,比如过度频繁的倾扣地面和抖动 5.不过大家也不必太在意,其实除了考试,tot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,只是有时候有些人跟自己较劲,不想出来什么也不想干,而这往往导致更想不出来,所以,遇到tot是优先放松,或者先做其他事情,没转过一会儿,他自己就冒出来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